哈喽,大家好,我是汪哥,今天带大家看一个百遍人生的故事,男主麦克斯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做鞋的,所以他也是一名鞋匠,可是他和祖辈比起来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,因为他忍受不了孤独,所以他时常会羡慕别人的生活,这天大黑来到鞋店修鞋,并要求他一定要在今晚自己取货钱修好,可是修到一半,机器突然罢工了, 就在这个时候,他想起父亲留下来的那台老式缝纫机,麦克斯一上手,这才发现异常好用,不到一会儿大黑的鞋子就修好了,可是他左等右等,就是没等来大黑,于是他干脆自己上脚试穿了起来,这一试可就不得了了,麦克斯变成了大黑的模样,就这样,他过上了试鞋体验他人的生活, 不管是男人,女人,只要出自老式缝纫机,就可以让麦克斯完美变身,吃霸王餐,勾搭妹子,分分钟不在话下,当然,他也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,看着病中的母亲如此思念离家出走的父亲,他立马又有了新想法, 在缝纫机的助推之下,他变成父亲的样子,完成了母亲的愿望,隔天,母亲带着笑意,离开了这个世界,就是这个时候,大黑来取货了,他一进门就开始嘲讽麦克斯的母亲,这让麦克斯是怒火中烧啊,为了报复,他一路上各种变换形态,终于摸到了大黑的地址,本想偷点东西来个警告,没想到出门却和大黑撞了个正着,一顿混战后,麦克斯不仅打倒了大黑,还成功拿到了背后的名表, 随后,又跟着大黑的手下卷入了一场金钱交易,原来,大黑和房地产私下在做交易,回到家一个不小心,就从大黑上了西天,因为良心未敏,他还是去自首了,可是警察上门查看却什么都没发现,当麦克斯回到店里,这才发现偷的东西都在自家店铺,于是,他当即决定换个身份去归还钱款,虽然隔壁老李一再劝阻,可他还是去了,可是地产商哪能就此罢休, 他派了两个手下,想要在路上除掉麦克斯,关键时刻,他穿上死人鞋逃过一劫,为了揭露地产商的阴谋,麦克斯假扮大爷与其进行周旋,最终,他成功利用电视台,将地产商送进了监狱,影片最后他才知道,原来一直住在隔壁的老李,就是自己的父亲,他一直用别人的身份生活着, 最后他告诉麦克斯,是自己帮他处理了大黑的尸体,而且还留了很多的财产,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让我们回到现实生活,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